这是一个用偏心齿轮实现的往复运动机构 这对齿轮有相同的尺数 工作时,齿轮的轴心正好在一条直线上 它和曲柄滑块机构有什么区别呢? 我们来比较一下 曲柄滑块机构的曲柄和齿轮的偏心距离一样长 蓝色连杆的长度和两个齿轮加起来的长度相当 从运动轨迹上看 偏心齿轮往复运动机构的形成要比曲柄滑块的形成大得多 目测大约是两倍 再来看它们的速度 曲柄滑块的速度曲线在接近形成远端时比较平缓 这意味着它在往前冲的时候 速度下降的比偏心齿轮的要快 虽然偏心齿轮机构以相同长度的曲柄获得了更大的形成 但它在运行过程中 制心的位置变化很大 而齿轮的质量又比较大 因此会伴随着强烈的震动 噪声也会比曲柄滑块大得多